把他繞一個這樣圓圈圈 因為你想看我們如果要做國旗 有12道光芒對不對 他不是要繞一個那個嗎 有很多地方都會用到啦 就是說比較對稱的那一種 那你要繞的時候 昨天有沒有用過這個工具 旋轉對不對 那有一個重點在什麼 旋轉都會有一個中心點 你看我先把它拉出來齁 我先把它拉出來 當我點到這個工具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綠色中心點在裡面 預設的話就旋轉中心點都在裡面 可是我現在如果你是這樣 當然就可以直接轉 可是問題是我現在轉的中心點在哪裡 不在他身上對不對 所以說你必須要怎麼樣 先移動一下他的中心點 等一下 移到裡面來有沒有 你看到裡面有沒有 這樣 這就可以拉動 中心點就可以動 那你拉到你要的地方放開 放開 如果你是要旋轉 當然這樣就直接轉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可是我現在不是要這樣 我是要複製一個 那怎麼辦呢 你就按住ALT鍵就好 按住ALT鍵 然後點它一下 你先看一下這裡有沒有旋轉角度 比如說我要30度轉一個 你先預示一下 等一下喔 那個點跑掉了 然後呢這裡 然後呢這裡 有沒有發現變這樣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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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找到它喔 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找到它 我們來看一下 我拿掉一個 好 點到它 用這個 你先拉出來 好 拉到那個你要的中心點 然後你現在在這邊就直接 用這個 你在這邊再點一下就好了 這裡 點一下 等一下 ALT按住 點一下 有沒有多跑一個出來 ALT按住 去點這個中心點 點這個中心點 那這樣是不是有個角度 我現在是預示 關掉 有沒有發現它轉30度 這邊這樣轉下來 所以它正的是在左手邊 負的往右手邊轉 那我這樣是不是就 我用拷貝 有沒有多一個 這樣是不是多一個出來了 那你要第二個第三個 你要再這樣做嗎 不用 因為 我做了一次之後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來 物件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再次變形 再變一次 它就會記住剛剛的 所以 你一般他們都會用快速鍵 Ctrl加D 有沒有 是慢慢的一直以這個為中心 再繞 這樣了解意思了嗎 你先練習一下這個 因為這個 你會的話 有很多它都是要類似像這樣去做的 好 畫面還給你 現在我們找到這個之後 現在我們來試一下 這裡最主要是你要會多用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參考線 因為你有參考線會比較方便 所以你的尺規你可以把它叫出來 顯示尺標 好 好 那這個單位是什麼 請你先來上面看一下 從這邊 偏到設定 是不是有一個單位 看你自己 如果你是要用像素就用像素 它現在預設這邊是用公理 如果你只是很單純在螢幕上畫 比如說用150像素的那一種的 你就用像素的 好 確定 上面這邊就會變了 好 好 那我這邊 一樣 從這邊可以拉參考線出來 因為你要去找中間嘛 對不對 平常我們在畫的時候 最好你是能夠 參考線就畫在正的會比較好 比如說像這樣進來 好 參考線叫出來 尺規 它00在這邊 我把它縮小一點 好 你看這個0 原點 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 你盡量去找 就是說比你比較好計算的標準 好 計算的標準 比如說我從這邊開始 那這個在這邊 那如果你要從這邊過來 0 你要設多少 假設是150的話就接近 這個可能要放大一點 你才看得到裡面 有沒有 尺規會越來越細 好 那你去找一下 比較好算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從哪邊 假設我在畫的時候 我們可以點一下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精準的 你不要先用拖曳的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精準的 比如說150 這邊50 現在單位就是像素的 所以一點了之後 是不是就是固定那個比例的 那它有個好處 是因為我們這邊也有一個什麼 是不是都會有那個中心點 就是變形的參考線 所以你也很容易可以找到它的什麼 中心點 我剛剛應該不是50應該是100 OK嗎 因為是3比2 那我把畫面還給給你試看看喔 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 視窗裡面會有一個叫變形這個面板 有看到寬度跟高度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打錯了100 它最後撐開來了 這樣就比較精準 尤其是說你要把人家logo啦 它有的 或像國企這種標準規格的 你不能說看起來像就像 差一點點就不是肯德基 再見 再見